我天生断掌 爹娘使劲搓磨我 为将长姐养得食指不沾阳春水 长姐被仙太爷看上 抬作妾 我全家搬去镇上享福 却觉得我累赘 将我嫁给隔壁村的残废秀才 人人道我命不好 可其实我天生锦里运 带我越好的人就越好运 凛冽的风雪像一把刀刃 一下下地往我脸上刮 又冷又疼 我将长满洞窗的时候 往旧棉衣的袖子里拢紧 路过村委 起早去田地的乡亲们 对着我指指点点 议论纷纷 这不是张四鸭吗 一大早的 他这是要去哪 你们还不知道吗 张大鸭前几日去镇上 被仙太爷看上 抬作妾 这不一人升天 鸡犬不宁吗 全家都要跟着去镇上享福了 呸 那叫一人得到鸡犬升天 你肚里没墨 就别搁这儿装书生 张家是要搬去镇上享福 却嫌弃四鸭累赘 不想要他了 将他随意嫁了人 看到他身边的婆子了吗 那就是十里八乡 有名的李媒婆 嫁人 张四鸭不是天生锻掌吗 天生锻掌的女子 传言最是客服 自古以来 无人愿娶锻锻掌女 她天生衰命 估摸着是嫁一个更衰的 这样谁也嗑不着谁 还真让你这张嘴碎子书中了 据说她是嫁给梁家村 一个双脚残废的秀才 这丫头命真不好 我忍着疼从袖中抽出双手 紧紧地捂住我耳朵 闲言碎语 有时胜过凛冽的风雪 我家这一带的村落都不大 小的村落十几户 大的也不过几十户 两家村跟张家村之间 只隔着两处林子 一座小山坡 很快的 李媒婆就带我来到我的夫家 来了 新妇到家了 一道充满欢喜的声音传来 按这一带的婚嫁风俗 当家主母带头迎接新妇 如无意外 开口说话的这人 就是我的婆母 可是 与她的欢喜激动相比 我内心平静 既没有期待 也没有羞涩 段掌女子 客夫客子 生我者 尚且不善待于我 更遑论是外人呢 我几乎已经料想到 我更加惨淡辛苦的未来 别愣着 快下车呀 李媒婆半推半喇的 赶着我下旅车 我倒也不是不愿意 有意磨蹭 而是身上紧了一件 长姐穿就不要的棉衣 冬裤却十分单薄 这一路过来 双脚被动得姜妈了 文宇娘 你家新妇 我给你们迎来了 李媒婆笑哈哈的上前 我跟着她走到门口 低垂着头 不安的两手手指紧扣 她婶子 辛苦了 话间 婆母朝着我走来 握住我的手 笑着道 孩子 外头冷 快些进屋 可是 她一拉我 发现没有拉动 谢谢谢您 我连忙将手抽回 我生怕她会看到我的断掌 娘说 多给李媒婆一些银钱 让李媒婆 务必瞒着 我天生断掌的事 只要把我嫁出去 以后 我就跟他们没有关系了 爹的原话是 此后 如果她附加 发现她断掌 嫌弃她 那也不能退回 无论是让她为奴为婢 做牛做马 还是发卖打死 都跟我们没有关系 李媒婆也不知如何打算 又或是见钱眼开 毕竟 我爹娘舍得出足足十两的白花花银子 让她一口承诺这门亲事 拍着胸脯说 一定能成 我心想 那十两银子若给我 该有多好 我求过我爹娘 我说我一定不会去镇上找他们 我可以跟他们断绝关系 只求他们 不要将我胡乱嫁了人 但是 他们不信我 他们怕我阻了他们 跟着长姐去吃香喝辣 穿金带银的美好生活 怎么了 婆母并没有生气 反倒又来试图拉我的手 我慌忙地挣扎行了 你不就是怕我发现你断掌吗 我闻言 愣住了 抬起头看我 我咬咬唇 缓缓地抬眸 婆母长得黑瘦 眉毛很浓 眉眼却透出和善 上扬着的嘴角 挂着让人一看 就淡去几分惶恐的亲切笑容 我羞愧地低下头 说道 对 对不起 骗了你们 婆母朝着我 伸出她的右手手掌 你瞅瞅 我一看 竟然是断掌 是 与我一模一样的断掌 你我诧异地看着她 她一笑 说道 你是不是还听说天生断掌女 客夫又客子 嗯 我重重点头 她一扭头 扬声大喊 孩儿她爹 别磨蹭了 快出来 见见咱们家心腹 很快的 从屋里快步走出来一位大叔 与黑兽的婆母不同 大叔小麦色的肌肤 高大英气 只是微醋着眉头 瞧着有几分严肃 她看我一眼 又看向婆母 沉声道 站这里像什么话 快让孩子进屋 她不愿意呀 婆母笑着看向我 介绍道 这是你爹 我连忙垂眸 微微扶了扶身 小声喊道 爹 婆母问道 你说 我这段掌克服了没 我愣一下 终于知道她叫出公爹的用意 你这傻孩子 赶紧把不安的心 放回你的肚子吧 你段掌的事 我们早就知道了 她说着 热情地拉过我的手 将我带入家门 我脚下有些僵 心下有些虚 感觉就像梦一样 不可思议 这个世上 真的会有人不介意 我是段掌女吗 原来 李媒婆是我副家的表婶 我副家的情况 她清楚 遇到我娘想把我嫁出去 她就应下了这门亲事 公爹和婆母 通过李媒婆打探了解 觉得我心地善良 勤快踏实 是一个好姑娘 他们真心喜欢我这个心腹 此事明了 我也真正地安了心 婆母给我盛一大碗鸡汤 让我喝了暖暖身子 之后就带我去屋里见我夫君 夫家正南是一处主屋 带着中堂 西 南有两处单独的屋子 一间是已经出嫁的大姑姐 曾经的闺房 另一间 就是我夫君的起居室 沉石方过 婆母敲了敲门 就推门进去 冬日上午的阳台 写着一丝领异 我抬眸望去 只见左侧窗台前的桌前 坐着一位蓝衣青年 形态销售 手里拿着一卷书 听到我们走进来的动静 她连忙放下书 抬眸相望 她身子不好 屋里烧着壁炉 壁炉的光 清晰地映着她瘦削的脸 肌肤雪白 透出几分病态 眼窝深陷 却肠眉入病 鼻若悬凉 五官立体英气 小时候 我只跟那大哥二哥 去过一阵子私塾 肚子里的点磨 根本不足以形容她给我的感觉 如真要说 那大概是她的身上 透出一种 有着破碎感的美 俊美得不真实 仿佛一碰一碎 你们俩聊聊 婆母将端着的那碗药汁 交给我 转身就出去了 我端着药 心里紧张 在原地将站着 后退不是 前进也不是 娘子 哦 哦 是 我紧张地吞了一口口水 端着药丸的手 轻颤了颤 终于鼓起勇气 看向她 夫君 我 我 娘不是让你端药过来吗 她眉目温和 语气轻缓 嗓音柔润此性 直接端过来吧 活了十五年 还不曾有男子如此温柔地同我说过话 嗯 我低着头 端着药 小心翼翼地一步步走向她 夫君趁热喝药 我将药碗轻轻地放在桌子一侧 等等 我要收回手时 她伸出手 握住了我的手 我 我心下一紧 正想跟她说 我断掌的是 公婆已经知晓 你这手上 怎么长这么多洞窗 我一正 从我记事起 我每天从早到晚的干活 早起淘水做饭 洗衣 打水喂猪 全都是冷水 所以 每年冬天 手上都长洞窗 从肌肤到骨子 再到心里的冷 我都受过 从来无人问候 关心一句 夫君是这第一人 我 我没事 我收回手 笑着说道 年年如此 我习惯了 你等我一会儿 她促起剑眉 伸手往她坐着的椅子 一个翘着的手柄状的东西一转 那张椅子就自动往后一退 再一转 椅子就自动慢慢地往前滚动轮子 对 这是有两个轮子 可以自动滚动的椅子 没见过世面的我 惊诧地瞪大双眼 傻傻地看着 我刚才还心里嘀咕着 听闻夫君双腿残疾 怎么又好好地坐在桌前看书 我原以为是公婆 抬着她坐过来的 而夫君大约是看出我的惊诧 低笑一声 说道 我爹是有名的木匠 这滚椅 就是他为我量身定制的 哦 厉害 好厉害 我连连点头 不止公爹厉害 我夫君也很厉害 夫君16岁考中秀才 是这十里八乡 出现过的最年轻的秀才 只可惜 四年前她突换怪疾 双腿不能走路了 这是婆母给我盛鸡汤喝时 告诉我的 过来 此时 夫君从抽屉里 取出一个白色的陶瓷瓶 转着滚椅回到桌前 招呼我上前 许是夫君长得俊俏 为人又温和 我心里竟丝毫不拒她 一眼凑上前 她打开瓶盖 露出淡蓝色的膏状东西 泛着淡淡香味 手给我 我缓缓地伸出双手 她握住我的手 温柔又有力 她的手 修长而骨节分明 十分悦目 我的手 有黑皱褶长满洞窗 不堪入目 我顿觉羞耻 悄悄红了脸 她却似无所觉 给我手上的洞窗上药 又查了一些 轻轻地往我的脸颊上抹开 那要 凉丝丝的 茶抹在伤口上 有些许疼 只一会儿 疼痛就消失了 夫君合上瓶盖 说道 这要起好 但你切记 这半日脸合手 切磨沾水 嗯 我看着她 说道 我拿去放就好 夫君你你快些喝药 药凉了会苦的 她点点头 将药瓶递给了我 多谢娘子提醒 明明是给我茶药 才耽误喝药的 不是吗 不 不用谢的 夫君喝完药 我收拾药晚出去 却看到公婆 就站在门外边 神色有些紧张地等着 四呀 你觉得如何 婆母见我走出来 连忙上前 啊 我有些不解 她一笑 低声问道 你觉得我家文语如何 先前 没人就同我说过 夫君姓良 明文语 自轻松 挺好的 我低下头 双颊的微热 心跳有些快 穷尽我毕生所学 说道 夫君她面如关玉 气质如松 俊俏温雅 好好 婆母笑着拉过我的手 又长叹一声道 只可惜文语她现在有病在身 往后也不知会如何 老你费心伺候了 我轻轻汗手 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 我既已是梁家妇 当然要与夫君相如以沫 同甘共苦 我小心翼翼地回答 尽量不显得自己太愚笨 听你说话 像是读过书的 果然 婆母问道 我点头 粗食几个大字 你若是喜欢读书习字 以后就让文语教你 婆母轻轻拍了拍我的手 我有些诧异 她与我娘 着实是有些不同的 无论是我 还是长姐 我爹娘都说 女子无才便是德 从不让我们读书习字 我十几个大字 是小时候跟着大哥二哥去私塾 躲在窗外偷学的 李媒婆领了婆母 给的洗钱 说是还有事 就离开了 到午时 公婆准备好午饭 我手里利落 帮忙着张罗饭菜上桌 婆母盛好饭 公爹 夫君入座 而我乖巧地往一旁站着 娘说 我天生断掌 不能与家人同吃同住 所以 我常年住在柴房 且从来都是家人吃完饭 我才能站过去吃饭 四呀 你站住坐肾 婆母坐下 奇怪地看向我 夫君摇着滚椅过来 伸出手牵住我的手 说道 娘子无需拘紧 快坐下 他让我在他身边入座 你这般轻瘦 快吃个鸡腿 婆母立马往我的饭碗里 加一个鸡腿 我有些无错 夫君吃吧 我连忙夹起来 要给夫君 在我们家 从来只有爹和大哥二哥 才可以吃鸡腿 娘说 女人家 吃些鸡屁股鸡骨头 就不错了 虽然我连鸡屁股 也没有吃到过 你吃 夫君推着我的手 将鸡腿放回我的饭碗 笑着说道 在我们家 从来都是女子吃鸡腿 今日 你和娘 各一个鸡腿 啊 如此吗 我将信将疑 于是我吃到了 人生中的第一个鸡腿 满嘴肉香 香味从我的唇齿 到我的舌头 到我的喉尖 彻底取悦了我的味蕾 好吃 好香 原来 世间竟有如此美味 婆母说 虽然没有设宴宴请亲友 但是心腹到家的头一顿饭 尽量安排的丰盛 餐桌上除了一大盘鸡肉 还有和鱼杀锅炖的五花肉 一大碗青菜 但是 我吃了鸡腿 万万不敢在冻桌上的菜 低着头 小口小口地吃着米饭 米饭也好吃 在家我只能喝着很稀的稀饭 说实话 原先我特别担心 因为我断掌 被傅家发现 会像我爹说的那样 被打死或者发卖 心里担忧万分 为了嫁来傅家 日子经这般好呢 可 公爹作声 看我夫君一眼 骂道 臭小子 你是腿瘸 又不是手费 不会给你娘子夹菜啊 我文言 正了正 尴尬又惶恐 甚至还有一点想笑 不知道先有哪个心情 就听到夫君只是低笑一声 回到 爹教训的对 确实是儿子的疏忽 话落 他就加一块肥瘦相间的五花肉 放到我碗中 同我温柔笑道 我也是第一次为人夫 不体贴之处 还请娘子谅解 我尴尬又羞涩 多谢夫君 婆母冲我一笑 摆摆手 别理他们爷俩 我们自己有手 想吃什么 就自己加 我点头 嗯 生平第一次 我可以与家人同桌一起吃饭 生平第一次 我可以吃到美味的大鸡腿 生平第一次 我可以给自己加肉吃 谁说我命苦的 我一定是命好起来了 傍晚 婆母在我们的窗门 贴上她自己剪的大红喜字 还往我们的床上挂红布 她说 这些年 为了给我夫君治病 掏空家底 又欠亲友不少钱银 她又说 对我不起 本该是热闹的新婚夜 却如此落魄冷清 我说没关系 公婆带我好 夫君带我好 与我而言 足矣 往日 公爹帮夫君擦身沐浴 如今 她已成婚 该由我这个新妇来做 我给夫君洗脚的时候 看到她白膝双腿肌肉有些收缩 比正常人的腿脚小了些许 她说 起初只觉双脚无力 后来就逐渐地没了力气 甚至失去知觉 然而 我给她洗脚时 她却说 感觉脚上像有一股热流流过 暖融融的 很舒服 她不解又诧异 我松开手 让她弯下腰 试着自己去洗脚 并无感觉 她摇头 可是 当我继续给她洗脚 她说 还是有那种热流流过的感觉 之前爹给夫君洗脚的时候 会有这般感觉吗 她摇头 从未有过 我想了想 抬眸冲她一笑 虽然我也不知为何会如此 但相公觉得舒服便是好事 是 多谢娘子 我给她洗完脚 重新打了水洗手 她转着滚椅过来 牵过我的手 动作轻柔地为我洗手 擦拭干净 又去拿了药膏 重新给我茶药 那药膏泛着淡淡清香 让人放松 令人身心愉悦 公爹制作的滚椅 不止可以滚动 还可以升降 我伺候夫君 比想象的轻松得多 红杖落下 这是属于我和夫君的新婚业 归房之事 我出嫁的头一晚 我娘教过我些许 可我实在羞涩 我借着给夫君暖足按摩 拖延时间 直到夫君说 娘子不必紧张 我已同爹娘说过 如今我双腿不变 且娘子年方十五 身子又实在瘦弱 不如就让我们相处相处 日后再行周公之礼 我正了下 低着头 呕了一声 好一会儿 见我不语 夫君握住我的手 温柔问道 娘子不开心吗 为何 没有 我摇摇头 没有看她 直到 没有不开心 你我是夫妻 何该一条心 娘子心中若是有何不快 大可直言 莫要让我去猜你的心思 我怕我猜不准 反倒是影响了你我的夫妻之情 她的声音雌性柔润 悦耳动听 听着语气 完全不像是与我置气 我犹豫一下 着实不想与夫君心声隔阂 便抬眸去看她 直言道 我娘说 新婚业不动房 定是夫君嫌弃了心腹 怎会 其中缘由 我不是与你说了吗 夫君一笑 握紧我的手 只见红烛相应 她白皙的俊脸 明显的红了红 就连耳根子都红透了 她贴近我的耳畔 低声说道 我只是觉得 如此美好之事 不该委屈了娘子 但若是我娘子今夜想要 没有没有我没有想要 我红着脸 连忙摇头 夫君低头 四带着火的唇纳般温热 往我的侧脸亲一下 又凑近我的耳畔 气息逼近 聊得我耳朵微痒 夫君我心跳加速 浑身不自在 娘子且放心 虽然我此时腿脚不变 但床子之事 绝不会让娘子 有羡慕别家心腹之事 夫君这说的 都是什么梦浪之言啊 我双甲感觉一阵阵燥热 慌忙说道 夫君夫君莫要再说 此等梦浪言语 她倾笑 在我耳上 又亲一下 娘子 就请吧 哦 好 我连忙推开她 扯过被子 迅速地躲入被子里 可是 我的双甲还是一阵热燥 就像有火灼着 心跳是从未有过得快 扑扑扑扑扑扑地狂跳 震得我心口微闷 呼吸不畅 我许是病了 一日 院子里的公鸡打鸣 我就醒来 点起炕头的蜡烛 起身穿衣 怎么了 夫君惊醒 拉住我 一脸莫名地问道 天还未亮 你去哪 我去准备早饭啊 鸡打鸣乃是饮食 我每日饮食起床 将早饭做上 把家里的鸡鸭和猪喂完 洗好全家的衣裳 到卯时 家里人都起来 正好早饭也做好了 难道夫家不是如此吗 早饭娘会做的 你这小身板 应该多睡些 多痒一痒 再说了 这才饮食 哪有人这么早起来干活 夫君起身 一边将我要穿上的外衣扯下 一边把我拖入被子里 可是成料 听话 安心地睡吧 夫君躺下 轻拥过我 被窝着实暖和 夫君的胸膛也十分暖和 我没有再强忍着困意 全着被子 窝在夫君的怀里 不知何时 竟真的又睡了过去 醒来时 天已亮 我骤然惊醒 此时 夫君也已不在身边 我迅速地穿好鞋子 冲出屋去 只见夫君和公爹 在编着竹篮 婆母在打扫着院子 爹 娘 夫君 我 我不安地看着他们 四呀 醒了 婆母转过头 冲我一笑 并不责怪我 还关心地问道 第一次在家里歇息 昨晚睡得可好 嗯 好 很好 但是 娘 对不起 我 我大步地朝着婆母 走过去 要抢过她手里的扫帚 我睡过头了 我以后不敢了 剩下的我来扫吧 无妨 你身子瘦弱 年纪上小 就该多睡些时辰 婆母笑着 没有将扫帚给我 反而看向夫君 说道 文宇 带四呀去洗漱 他爹 别干了 去厨房准备准备 吃早饭吧 睡到自然醒 什么活都没有干的我 心里十分不安 娘 娘子 过来 夫君转着滚椅过来 牵过我的手 推我去井边 我教你打水 在我们这一带 家家都是去河边挑水用的 有钱的人家 才会花重金 在家中院子里打紧 夫君生的俊俏 又是秀才 家中园也有些家底 若非双腿残疾 他定是挑不中我的 人人道我命不好 此时我却觉得我命真好 早饭是一锅地瓜粥 搭配一叠小咸菜 一叠小鱼干 饭菜一上桌 婆母就说道 这咸菜是我自己腌的 于是你爹下天时去河里抓 我自己晾晒的 加了些许辣子腌入味 也不知道合不合你的口味 娘 很好吃 而且 我不挑食的 这何止好吃 在家里 我每日都吃残羹剩饭 有时候除了一点菜汤 我连一根菜叶都吃不上 那就多吃点 婆母高兴地加小鱼干给我 说我轻瘦 让我一定要多吃些 此时冬日 已过秋收农忙时节 婆母让我留在家 陪着夫君 有空就做个午饭 可是 我不敢这般清闲 便说 想同他去田地里寻习吃食 那也行 正好人人都想看看我家心腹 娘就带你出去转转 见一见大伙 我随婆母出门 途中 果然遇到好些人 见到我 他们都热情问候 我婆母也高高兴兴地介绍心腹 那些人并不知我断掌之事 纷纷只夸我模样俏丽 这并非虚言 即使我又瘦又黑 但是五官比我那常年养在深归 肤白貌美的长姐 还要翘上三分 惊人一夸 婆母的心情更好了 她牵着我的手 行之无人时 又喜又幽地道 你和文宇都是容貌俊俏的 生的玩儿一定俊极了 只可惜文宇她的双腿 娘 我握住她的手 笑着说道 您别担心 夫君的双脚一定会好起来的 哎 婆母确实没有什么信心 只敷衍地拍一拍我的手 但是 我昨晚明明梦见 夫君一身官服 站在殿上 没错 是站着的 那似乎是未来的夫君 我想 那不应该只是单纯的一个梦 因为几年前 我也做过一个梦 梦里 就是夫家种了老槐树的院子 一个坐在有着双轮子的 奇怪椅子上的少年 只是 彼时我看不清她的长相 如今 我知道我梦里的那个少年 就是夫君 我好像拥有一种 能够梦见未来一些场景的特殊能力 我随着婆母去挖冬笋 挖完冬笋 去河边还未结冰的一处清洗 可是 我总觉得有什么东西 吸引着我 继续往河下游走去 我转过身 往河下游走去 不多远 就看到一个水坑 半浮着冰雪 下面是游动的鱼群 四鸭 你去那儿做甚 娘 有鱼 我抬头冲她喊道 很多的鱼 这冰天雪地 哪来的鱼 真的 婆母见我言之早早 不仅有几分信了 连忙起身走过来 随着我所指的地方一看 顿时惊到 奇了怪 前几日我才来过此处 那是一条鱼都没有看到啊 她说完 冲我一笑 四鸭 定是你有福 才能见着本不该见着的鱼儿 娘 我去拿竹框过来套鱼 好 快去 婆母兴奋地挽起裤管子和衣袖 就直接下水 婆母挑着一对竹框过来 原是要寻冻笋的 如今 却另派用场 我要下水 被她阻止了 你还未生育 这水太冷 你下来不好 站着给娘搭把手就行 嗯 那你小心些 事实证明 我这婆母是非常能干的 她抓鱼的动作娴熟力索 不多久 我们就套了块两筐大大小小的肥鱼儿 回家一路上 我婆母一直嘴里念念有词 这事儿真是活久见 虽说惊奇 但到底是好事 中午时 公爹用一条最大的肥鱼 鱼头夹了鲜笋做汤 剩下的鱼身和鱼尾 做一锅红烧鱼 我从未吃过那么好吃的红烧鱼 夫君说 公爹的厨艺 如她的将功那般精湛 午饭之后 婆母又给左邻右舍和亲戚们都送了鱼 她说夫君生病之后 这些人没少帮忙 他们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当然 借钱给夫君治病最多的 就是李正家 我夫君有一个阿姐 嫁给李正的独生子 午后 婆母挑了最肥的几条鱼 携着我 一同去给大姑姐送鱼 走 让你阿姐瞧一瞧 咱家心腹是有福的 下三条街 就到李正家 可是 我们都没有料到 这次见面的场面并不好看 一个穿着灰色衣裳的青年 正拎起凳子 砸向大姑姐的腿 你赶伤柳娘 我打费你的腿 让你跟你那残废弟弟一样 你做什么 婆母拎着鱼 冲入院中 亲家来了 礼物一个妇人 闻声连忙小跑出来 这是坐肾 我婆母指着被打得站不起来的大姑姐 质问道 梁大强 你为什么要打阿兰 大姑姐名闻兰 这那妇人低下头 然后轻叹一口气 那青年语气很冲地回到 别拿几条死鱼过来 又要借钱 我告诉你们 我家没钱借给你们 治那个残废了 她话落 又指向大姑姐 说道 还有她 她就是一只下不了蛋的母鸡 却嫉妒别人能给我生儿子 死活不让我那妾 那我今天就干脆修了她 她说着 转身冲回屋里 不多一会儿 她拿着一封修书 丢到大姑姐的脸上 怒道 今日起 你我再无夫妻关系 大姑姐哭喊 伸出手去抱住她的脚 挨求着 不 不 夫君 夫君 求求你 不要修了我 滚开 男人用力的一脚 将她踹开 怎么还打人呢 我连忙跑过去 将她撞开 挡在大姑姐的面前 此时 我婆母也走过来 我原以为 婆母应该会劝说几句 至少会让姑爷不要休妻 然而 婆母把拎着的几条余地给我 就走上前拉起大姑姐 捡起那封修书 塞到她的手中 转过身大声说道 阿兰 你不用求她 俗话说 好女不嫁无良汉 今日 她不要你 来日 她求你 你可别回头 收拾东西 跟娘回家 站在一旁的妇人 犹犹豫豫 却终是一句话都不说 自古以来 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 想必 她就是李正夫人 大姑姐的婆母 看她的样子 是一心站在她儿子那边的 婆母拉着大姑姐 回屋收拾东西 不一会儿 就拎着两个行李包走出来 我上前 一手帮着婆母 扶着大姑姐 一手拎着鱼 既然已经不是亲家 那这些鱼 我就不给他们了 走到大门口 婆母突然转过身 说到 欠你们的十两银子 定会还你们 但是 梁大强 你记住了 你欠我家阿兰 这一凳子腿 我家还债之日 必定讨回 虽然公爹和夫君 诧异大姑姐跟着我们回来 但是当他们看到那封修书 便一副了然之态 晚上的时候 夫君同我说 她生病这几年 掏空家里的钱财治病 去年开始 已经没有钱看病 每一次看诊 就去李正家借钱 但是 那钱 其实是大姑姐给的 阿姐是有名的秀娘 嫁去李正家五年 她一直养着他们全家 拿着钱给姐夫梁大强挥霍 那个柳娘 是隔壁姓花村的年轻寡妇 不知何时 跟梁大强勾搭到一起 两个多月前 柳娘有了身孕 梁大强才公开此事 扬言要拿她为妾 可是当年 她求娶阿姐时 曾经答应过她 此生绝不纳妾 为了娶柳娘进门 梁大强闹过一次 阿姐却不愿我们掺和其中 她说 为人赴五年 一无所出 时是她之过 然而 这一晚我睡下之后 又做了一个梦 梦里的一个场景 大姑姐坐着妇人打扮 穿着绫罗绸缎 大腹翩翩 另外一个场景 大姑姐在产房 诞下一个婴儿 我惊醒时 天外微露度于白 我沉思着 怎么看都不觉得 跟地痞混子似的梁大强 以后能出人头地 成为富贵人家 更何况 她如今已经修弃了大姑姐 难道说 大姑姐的命定良人 另有他人 此时 房门被敲了敲 大姑姐的声音传来 文宇 弟妹 你们醒了吗 早饭我已经做好了 鱼片粥 加入一些冬笋末 鱼肉里的刺 被挑得干干净净 这鱼片粥 可是你阿姐最拿手的 婆母笑着说道 他们一个劲儿 让我快些尝尝 我尝了一口 味道鲜美 一丝鱼腥味都没有 大姑姐红唇清沟 不知为何 神色总透出几分小心翼翼 说道 我做菜跟爹一样 特别好吃 弟妹若不嫌弃 以后想吃什么 我都给你做 还有 以后家里的活 我和娘一起做 日后 不用弟妹做这些辛苦活 啊 我有些诧异 为什么要同我说这些 而且 大姑姐好像是在讨好我 就连早饭之后 我要收拾碗筷 她都连忙抢了过去 夫君我实在不解 便找夫君解惑 夫君这才告诉我 按照梁家村的风俗 我就是家里未来的主母 被休憩的姑娘回到娘家 若是未来的主母不接受 便可以把她赶走 哪怕是爹娘 都不能干涉 我文言 长叹一声 难怪 我们刚说完 大姑姐又来了 她说 弟妹 娘说你的棉衣有些旧了 我正好存着一些心部 可以给你的棉衣内 一层心部 我当即就要拒绝 心部啊 这可太奢侈了 可是 我又想到夫君所说的话 心知大姑姐 此般是有意讨好我 我若是拒绝 她心中定然不安 那太好了 我笑着一口答应 说到夫君说过 阿姐是顶好的绣娘 缝织的衣裳 一定好看 果然 我见大姑姐松了一口气 喜色逐渐染上眉梢 几日后 大姑姐将那一层心部的棉衣拿给我 新绿色 瞧着显眼又清理 着实是我喜欢的 多谢阿姐 虽然只是那了一层心部 但也是我人生中第一件新衣 我要她进屋做 我时尚新衣 问她好看吗 她点点头 弟妹长得俊 穿什么都好看 我不曾穿过新衣 幸得阿姐如此疼我 我回到 大姑姐见我着实高兴 这才大着胆子 说些T计划 如今 我被附加修理 恐要在娘家做一个老姑奶了 但是 弟妹你放心 我很勤快 我还可以赚钱补贴过日子 绝对不会拖累你们 阿姐说的这是什么话 我笑着握住她的手 说道 这是你的家 你住在自己的家里 天经地义 怎会有拖累之说 她点点头 某里隐瞒感动 我却说道 虽然我恨不得能与阿姐 一直在一起生活 吃阿姐做的饭菜 穿阿姐做的衣裳 但是 昨晚我做了一个梦 梦里阿姐明明就是有福气的 富贵人家的奶奶 更是诞下了自己的孩儿啊 什么 大姑姐一正 欣喜又不可置信地问道 弟妹说的 可是真的 我点点头 虽不知梦中之事会不会实现 但是修理一事 已成定局 阿姐不如就此释怀 坦然面对 阿姐端庄美丽 勤恳善良 如此好女子 上天必不会辜负的 或许梁大强 本就不是阿姐命定的良人 而是另有他人呢 嗯 说得好 大姑姐握紧我的手 用力地点点头 她的神色里多了一抹释怀 但是 被修气的女子 在村里就是一件丑事 村里关于大姑姐的风言风语很多 她只好每日躲在家中 大门不出 二门不迈 修理的第二个月中旬 梁大强就迎娶柳娘进门 那时 柳娘已有四个月的身孕 原本 是该相安无事 可是 他们婚后不过几日 柳娘就寻上门来 她同我大姑姐阴阳怪气地道 你竟然有脸活着 你不知 下不了蛋的母鸡 入了别人的心窝 也会害得人家心窝里的母鸡 也下不了蛋吗 她预指 我会被大姑姐影响 也是下不了蛋的母鸡 我当时拿着扫帚 当即就朝着她丢过去 她被吓一跳 仰起脸就要骂我 我却先骂道 呸 你是哪来的贱呸子 你自己是鸡 我们可不是鸡 我们是人 你乐意当鸡 你就当 但是你别来 玷污了我们的家门口 你她被气得 脸色一阵亲子交替 指着我颤抖着手 可是 我没有给她机会说话 继续骂道 呸呸呸 你这只鸡 快滚远点 我跑过去 捡起扫帚 冲着她扫的尘土飞扬 滚滚滚 你你骂谁呢 她满脸怒意 不断后退 然后还摔了一个屁股蹲 柳娘 梁大强从前面跑来 紧张地扶起她 抬头就冲我问道 你干什么 你为什么要欺负柳娘 到底是谁欺负谁 我转头看向大姑姐 她看着梁大强 紧紧地护着柳娘 难掩伤心之色 我却突然想到那个梦里 大姑姐大富贫贫的样子 既然大姑姐可以生 那么为何嫁给梁大强 整整五年 一无所出 我眯了眯眼睛 看向柳娘的肚子 一个大得到可怕的想法 冒了出来 夫君说 梁大强是跟人走标的 虽然一直是借着走标之名 行在外放肆吃喝嫖赌之时 但是她今年春末出行 秋末才回来的 按说柳娘的孩子 应该只有四个多月 但是我想起村里的一个表审 肚子像柳娘 现在这般大的时候 孩子已经怀了七八个月 柳娘肚子里的孩子 就算再怎么显怀 怕也该有六七个月了吧 哟 肚子那么大 孩子瞧着有六七个月了吧 我笑着 看向梁大强 说道 祝贺你啊 前姐夫 再过三个多月 你就该当爹了吧 此话一出 梁大强神色一正 柳娘更是脸色大变 神色慌张地道 你 你个小贱蹄子 胡说八道什么 下一瞬 梁大强却已经反应过来 抬起手就狠狠扯住她的头发 一脸凶狠地说道 走 回去跟我说清楚 是怎么一回事 弟妹 这是大姑姐疑惑地看向我 我走向她 低声地说道 不是说梁大强秋末才走飙回来吗 可是柳娘的肚子 瞧着像是怀胎六七个月了 大姑姐闻言 一脸恍然大悟 对 对对 果然 不出两日 村里就传得沸沸扬扬 说那个柳娘被梁大强拖回家 打了一天一夜 终于逼问出实话 他肚子里的孩子 压根就不是梁大强的 而是杏花村老李正的 那位老李正 今年都快六十三了 这岁数 当柳娘的爷爷都足够了 梁大强狠狠地打了柳娘一顿 当天就给他写修书 赶出家门 柳娘无处可去 只好跑回杏花村 逼着老李正那他为妾 但是 老李正家的婆娘 十分凶悍 那妾是那妾了 但是 听说她每天都被李正的夫人虐待着 这可真是恶人自有恶人魔 时光如梭 一转眼 一个月过去 我赴家门前 梁大强也已经连续半个月 日日来跪着 求着我大姑姐原谅他 呸 渣男 他这一次 会为了外面的女子休气发漆 就会有下一次 我悄悄跟大姑姐说 好马不吃回头草 阿姐 你觉得呢 大姑姐点点头 终于出来见他 说道 对于你 我是一腔真心喂了狗 我已经没有第二颗心了 你滚吧 梁大强当然不死心 还要纠缠大姑姐 更是扬言 要么我们还钱 要么就让阿姐同他复合 这么一说 我公爹和夫君终于怒了 当即凑了钱 丢给他 公爹还拿着凳子腿 砸向他的腿 大姑姐却冲出去 将还了十两银子 抢回来五两 说道 钱本是我赚的 就算还钱 那也是共同财产 何该有我的一半 梁大强 公爹拎着大棒锤 一下下瞧着那个凳子腿 威胁道 此后 你若再来 我一定打断你的狗腿 梁大强神色一变 这才连忙滚了 自此 他没有再来过 渐渐地 村里也不再议论 大姑姐被修理一事 过完年 初春乍来 万物复苏 山林里的药草 纷纷冒头 婆母从姨母家 闻系一个药方 说是可治夫君的腿脚 夫君说 不可乱用药 但是 婆母说 死马当作活马医 硬要给夫君试一试 当晚 他煮了药水 夫君不知 这其中还没有掺回凉水 就把脚伸进去 烫得一声尖叫 连忙缩回脚 抬头说道 娘 这谁怎么这么烫 我们文言 皆是一愣 文宇 你 你说什么 婆母紧张得狠狠吞了吞口水 夫君说道 我说 这谁怎么这么烫 怎么会烫呢 夫君 不如你再试一试 我说道 夫君不好拒绝我 小心翼翼地把脚尖伸到水里 试一下就连忙收回脚 就是很烫啊 文宇 文宇呀 婆母这次瞧得真切 激动地哭着跑过去抱住她 公爹转身抹泪 娘 怎么了 夫君 你的脚有知觉了呀 我笑道 大姑姐扑吃一笑 这傻子 自己都没有反应过来 果然 夫君瞪大双眼 不可置信地低头 看着自己的双脚 她推开婆母 小心翼翼地抬起双脚 放入水中 蒸烫 她收回双脚 欣喜地抬眸看我 娘子 我的脚真的有知觉了 我走过去握住她的手 嗯 好事 好事 每个月服用两次的药 这几年一直在吃 可是没见有什么用啊 怎么这脚开始有知觉 还能动了呢 婆母深感疑惑 是娘子的功劳 夫君看向我 笑着解释 她每日给我的腿脚按摩 取暖 我想 与之音有关系 原来是四鸭 婆母高兴地看向我 眼里藏满欢喜 祖宗保佑 祖宗保佑啊 让我们家取了四鸭 这个福星 福星吗 这是我知识以来 第一次听到这样的夸赞之言 原来 我是福星 真好 当晚 公爹数了一下 攒了两月的钱 四两三钱 除了每个月的要钱 应该也够看诊的 爹 让文宇去镇上看看吧 我上次去卖手卷 听说常善堂 有一位姓李的老神医 医术极好 大姑姐说道 公爹捏着手里的银子 面有蓝色地道 可是 我绣了四十条手卷 正好拿去卖 能给文宇凑些钱看诊 公爹轻叹一声 点点头 只好如此了 我走过去 握住大姑姐的手 多谢阿姐 她笑了笑 应该的 夫君的腿脚不方便 想去镇上 就要借用唐叔家的马车 唐叔明日要给人家拉货 就跟我们说 后天再借给我们用 一日 我跟大姑姐去山里摘菇 婆母说 每年春天 这一带都有红菇 镇上的有钱人家 极爱这种菇 让我们去碰碰运气 找了快一天 普通的蘑菇 找了满满一篮子 红菇却是一个未见 太阳快落山了 弟妹 我们回吧 嗯 我提起篮子 要跟大姑姐离开 可是 我一转身就看到山崖边上 有一棵长得很好看的植物 阿姐 你瞧这是什么 长得真好看 我走过去 摸一摸那长壮的叶子 又看着散形状 长了一圈的小红果子 问道 这果子 你见过吗 大姑姐促着绣眉 走过来 左右看了看 突然惊到 这这好像是人参 啊 挖出来瞧瞧就晓得了 我们从外边开始挖 看到小根须 大姑姐惊喜道 是 是人参 为免伤到人参 我们小心翼翼地 把土一层层地挖开 许久 终于将那根人参 全须全已地挖出来 大姑姐将篮子里的蘑菇 都倒出来 把人参放进去 又去摘其他的树叶遮掩 才在最上面 铺一层蘑菇遮掩 村里人多眼杂 我点头 明白 晚上 夫君翻阅过几本一书 说道 这人参 没有千年 也有几百年了 公爹疑惑地道 奇怪了长这么多年 怎么一直没有被人发现呢 那是有福者 才能看到的好玩意儿 我婆母欢喜地 拉过我的手说道 当然得是我家私鸭 才能有这个福气看到啊 我笑了笑 说道 碰巧 碰巧 说不定是因为我带着阿姐 才能有幸见到这人参 这是阿姐带来的福气 大姑姐笑着摇头 我呀 在这村里这么多年 连个山鼠都没有挖到过 只不知 这人参能卖多少钱 我看向夫君 说道 如果卖了他 有钱能给夫君看病 又给夫君买一些 补身子的药就好了 公爹说道 明日去常善堂问问 婆母说道 这是私鸭看到的 带着他一块去 不管卖多少钱 看病用后剩余的钱 都要给咱们私鸭保管 啊 给我 从小到大 我一文钱都没有拿到过 我很诧异 不确定地看向婆母 娘 为什么要给我 家里是您管着的呀 婆母假装嫌弃地看我一眼 哟 你还指望娘给你们长家一辈子啊 从今天开始 你要开始学着独自长家 我文言 心里欢喜 不忘嘴甜地道 谢谢娘 以后还得劳烦娘多多教我 那当然 你是我儿媳妇 我不教你 谁教你 一日 刚到卯时 我们就带着几个烤地瓜 坐上借来的马车 赶往重姓县 也就是镇上 之所以叫重姓县 是我们全县的一个村庄 一个姓氏 比如夫君家这个村的 全氏姓梁 叫梁家村 我们家是张家村 全姓张 到镇上 先送大姑姐去收她手卷的东家 田氏布庄 我们再转到长善堂 听说我们手里有人身 长善堂的伙计 就连忙去请掌柜 掌柜姓王 他给我们分析一番 说到 虽然不是千年人生 但是至少大几百年 听说你们是来看病的 我长善堂 从不欺客 这人身 一口价 三百五十两 人身的价格 夫君已经了解一个大概 据说 一年一两 但是 那是外售的市价 我们卖给药堂 属于是药堂回收价 价格上肯定会折一些 不过 掌柜说的价格 我觉得还是偏低 我看向夫君 他立马会议 淡淡地说到 掌柜的 我们去别处问过价格了 对方开价三百八十五两 既然你一口价三百五十两 那我们就只好卖给人家 公爹点头 嗯 他伸出手就要拿回人身 镇上除了常善堂 还有另外两家药堂 掌柜的当即急了 说到 那这样吧 我给你们四百两 夫君点点头 看来掌柜的也是爽快人 既如此 娘子 我们就不必再去那边讨价还价了吧 嗯 我装不作样地考虑一下 说到 刚才没讨价 但是应该也差不多这个价格 我们正好要在这里找李神医看病 若是掌柜的能免夫君这次的枕金 就更好了 掌柜文言 信以为真 连忙点点头 招呼我们 行行 就免你们一次枕筋 跟我来吧 你起初是不是觉得下肢无力 疼痛 进而双腿肌肉失去弹性 腿脚变得越来越细 双腿无力 甚至逐渐失去知觉 李神医看诊之后 正问夫君 夫君称是 最后 李神医说 这并非什么怪病 而是一种腿部肌肉萎缩症 你的更为严重一些罢了 李神医以针灸闻名 所以 他先给夫君针灸 嘱咐夫君 此后每十日来让他针灸一次 之后 他开了一个药方 又教给我一套 给夫君按摩腿脚的执法 最后 让夫君带腿脚好转之后 注重对腿脚的锻炼 李神医信誓旦旦地说道 按老夫所说的去做 不出一年 保你贱不如飞 枕筋以免 只有针灸的费用 和十日每日一铁药的药钱 共计七两二钱 李神医说 吃补药 不如食补 所以 公爹想买些鸡鸭回去养着 以后每日给夫君 做些鸡汤补身子 他拿走十几两银子 将剩下的三百多两交给我 但是 我拿着三百两整 交给夫君 起初 夫君推剧 可是我冲他眨眨眼 说道 只是让你帮我带着 我晚些想跟阿姐去逛逛街 买些东西 夫君这才帮我带好银子 大姑姐带我去逛街 公爹带着夫君去菜市口 四呀 这是卖手券的三两四钱 大姑姐将装着银子的荷包塞给我 我连忙拒绝塞回他的手里 阿姐 我有钱 我凑近他耳畔 同他说 如今 咱家不差钱给夫君看病 这是你自己赚的钱 理应你拿着 大姑姐这才将钱收起来 那我去看看布 给咱家每人做两套新衣裳 这次 我没有拒绝 不过 我也去了隔壁的首饰店 虽然家里突然有了几百两 但是夫君的病好之后 还要读书 日后一定还要上京赶考 用钱的地方还多着 所以 我只买了两只银簪 一只给婆母 一只给大姑姐 就这一盒破贵花糕 你要十五文钱 人家品香阁做得那么好吃 才要十八文 我走出首饰店 听到一道熟悉的粗嗓子 我抬眸望去 看到对面街上 一道站在糕点小摊前的熟悉背影 只不过 如今的她 穿着一身零罗绸缎 一副富贵妇人的打扮 我走过去 喊道 娘 她闻声 回过头 四呀 怎么是你 她差一完 立马面露嫌弃 以前在家 你就穿得破破烂烂 现在也是 穿得破破烂烂 你那个富家 真是太穷酸了 我我低头 看着这件长姐 穿旧了才给我的春衫 这春衫 是我唯一的一件 两年前 长姐给我 我就反复地穿了洗 洗了穿 如今 洗得发白破旧 大姑姐原说 我是新妇 李莹有一件新衣裳 她想卖了手券 夫君看完病 余下的钱就采一些新部 给我做新衣衫的 也是 娶了你这么一个摔星 他们只会变得更摔 更穷 我还没有来得及解释 我娘就一脸出了眉头的嫌弃模样 果然 她冲我呸一声 退开两步 一副不想我靠近的模样 说道 看到你这个摔星 我就头疼 而且 谁会喜欢你这个摔星啊 别说你富家穷酸 我想 就算他们有几个钱 也定然舍不得给你穿好的 吃好的 娘 不是的 我富家我想说 富家人对我很好 但是 我娘立马立声说道 你别靠近我 她说 当初就说好了 你嫁人了事 以后你的死活 都跟我们没有关系 她说 你休想沾我们的光 我们可没有钱 补贴你的穷酸日子 还有你那个残废夫君 她掏出十二文 丢给糕点摊的老板 说道 给她拿一盒绿豆糕吧 我一瞧价目表 桂花糕十五文 百利糕十三文 红豆糕十四文 唯独这绿豆糕 最是便宜 可是 她忘了 我不能吃绿豆糕 一吃就过敏 哦 不是 她从来不记得的 毕竟 就连是绿豆糕 曾经我也只能吃上小半块 那是大哥二哥和长姐吃剩下的 拿绿豆糕 赶紧滚 不然 我可就连这一盒绿豆糕都不给你了 她将那盒绿豆糕塞给我 转过身去 挑选桂花糕和红豆糕 她同老板说 我大儿子和闺女 最喜欢吃这桂花糕了 但是我小儿子喜欢吃红豆糕 你少两文钱 我多拿几盒 我浅浅勾了勾唇 默默苦笑一下 在她不屑多看我一眼时 我将那盒绿豆糕 放在她的身旁 悄然地转身离开 自此 我对我所谓的家人 再无一丝一毫期待 戴姑姐说 给每人量布 各做两身新衣裳 其实 她骗了我 除了才足够的布 做新的一批手绢 她剩下的钱都买了布 有粗布 有精布 精布做礼 粗布缝外 这样省钱 又穿得舒适 她给我裁了做两套新裙子的布 还有足够做两套礼衣 和两套嘟嘟的锦布 那是布行里最贵的一种精布 但是 她没有想到 我也有礼物要送给她 她说 这是除了爹娘和文宇 她第一次收到别人的礼物 这银簪子 是我见过最好看的簪子 婆母羊怒道 你这傻孩子 怎么竟给我们买簪子 不给你自己买一只 可是 她拿出了一只玉簪 原来 出门时 她就嘱咐过我夫君 若是看病之后 还有余钱 定要给我买一只簪子 傅家说 这碧玉簪 最是称我的容颜 玉簪盘乌发 人间翘家人 我生来被亲者气 但是上天眷顾 让我嫁入有福之家 自此 我出门必有好物 夫君病逝渐渐好转 婆母中的农作物都丰收 大姑姐的手卷越受欢迎 公爹的酱木客户源源不断 不出半年 夫君的腿脚 已经恢复到正常人的大小 勉强能够从滚椅上站起来 尝试下地锻炼 同年八月 夫君参加乡试 中了举 是全县这一届 唯一的举人老爷 次年春 我和大姑姐 陪着夫君进京赶考 途中 我们从几个非官府 所派的人牙子手中 解救出三位少女 和一位约莫四五岁的小公子 三个小姑娘跪谢我们之后 拿着我们给的几两银子 赶回他们的老家 唯独那个小公子 一直黏着温柔 有耐心的大姑姐 不愿说出她家住何方 死去路遥 带着一个孩子也不方便 不如阿姐带着小豆包返回家中 娘子继续陪我上京 小豆包是我给那个小公子取的外号 因为她不愿告诉我们姓名 长得又白白嫩嫩的 刚被救时 又慌又怕 躲在大姑姐的怀里 哭得两泡小泪眼 可怜兮兮的 像一个白白软软的小豆包 也好 大姑姐点点头说道 只过两线就到家了 死去京城的路 却还很远 这孩子我就带着 等她愿意告诉我家住何方 我们也才好将她送回去 给她的家人 可是 小豆包似乎不愿意回家 拼闻此言 小手儿紧紧抱住大姑姐的脖子 连连摇头 然而 瞧她衣着 佩戴的上好红玉 非富即贵 那玉佩 是我们拿着迷烟 迷倒人牙子 把他们绑起来 交给官府的人之后 从他们身上搜出来 还给小豆包的 她说 爹给的 之后 就不愿意再多说话 只是 她得知 我们要上京之后 竟然拿出玉佩 递给我夫君 给你 给我 夫君一脸莫名 小豆包却认真地点点头 松开小手 又指了指玉佩 说道 名字 夫君拿着红玉 仔细端向 好一会儿 她不由地一笑 说道 上次没有太注意看 这玉佩里 竟然刻着两个小字 我凑近一看 成亲之后 夫君一直教我读书写字 如今 我十字不少 永啊 我看向小豆包 笑着问道 小豆包 原来你叫永啊 她轻哼 小俊脸又贴向 大姑姐的怀中 没理睬我 大姑姐问她 为什么将玉佩给我夫君 她一时一言未发 夫君眯了眯眼睛 既如此 我就先带着 等我回来 就还给你 嗯 这次 小豆包点点头 二月会试 到接榜之日 我在租赁的小院子里 焦急又期待地来回夺步 午后 夫君有此次 静惊心结的 友人王淑静推回来 手里提着一盒 我爱吃的桂花糕 夫君 如何 我一眼都没看桂花糕 焦急地问道 夫君摇了摇头 我心下一凉 心疼地看着她 怕她伤心 连忙安慰 无妨 夫君患病 考不中也是情理之中的 我们可以来年再考 她却笑着 骤然地站起来 伸手把我扯入怀中 欢喜地道 娘子 中了 我中了共识 真的 我推开她 欢喜不已 王淑静笑道 轻松是想给嫂夫人一个惊喜 此番中了共识 于下月音电视 太好了 太好了 我扑入夫君怀里 一时忘了 她的腿脚还未全好 我一个用力过猛 将她扑倒在地 王淑静一介书生 最是脸皮薄 连声道非礼物事 转过身去 把腿就跑了 夫君静也不起来 低头亲了一下我的嘴角 笑着调侃道 夫人 青天白日 莫要如此梦浪 电视时 夫君将小豆包的玉佩 佩戴在腰间 我问她 这是为何 她摇摇头 我也不知道 总觉得会有用处 后来 夫君电视完毕 回来同我说 电视上 有人因她坐着轮椅出现 刻意为难她 说行动不便 如何能为朝廷笑吏 恨不得能够借此由头 先将我夫君 排除在电视之外 然而 与我们无亲无故的老丞相 竟出言维护夫君 老丞相说 坐轮椅 尚且可考中共识 更该褒奖 如此身残之间的有志之士 更何况 朝中个职 并未都要双腿便利 方可笑吏 对此 更多人赞同老丞相之言 如此争执一番 惊动了皇帝 皇帝亦是赞同丞相的话 夫君感恩丞相仗义之言 如此忽悠于他 但是随即也表明 他只是因着腿疾 暂不能走路 但是腿疾已快痊愈 并且当众拼尽全力站了起来 如此 夫君顺利地参加完电视 电视之后 老丞相派人来请夫君 小豆包 原是丞相的孙子 夫君说道 小豆包的娘亲 前两年病逝 但是 他爹爹 也就是丞相的儿子 是一位束手边疆的将军 就连妻子病逝 将军都不能回来 小豆包对爹爹不亲 又因娘亲病逝 十分失落 逐渐地 不愿与人交流 丞相得知 小豆包竟然跟我们说过几句话 感觉非常诧异 如今 他儿子 陈将军已经班师回朝 却得知儿子失踪了 十分焦急 派人追查 可是只追查到落网的人牙子 儿子依旧不知所踪 只听府牙的人说 是跟着一位姓梁的书生进京了 可是 上京赶考的书生 不少姓梁的 丞相还没排查完毕 就在电视上 见到我夫君 带着小豆包的玉佩出现 难怪老丞相要帮着你 夫君笑道 我终于知道 小豆包为什么要把玉佩给我了 电视结果颁发 夫君高中一甲探花 紧接着 又由陈丞相极力举荐 夫君已尽是吉地的身份 入秋就职户部员外郎 从正七品 这期间 夫君高中还乡 又是比状元郎 更早的次官职的正七品官员 回到家乡 县令理应前来相拜 我娘家人方才得知 我那残废的秀才夫君 不显山不露水 已于去年参加乡试 一路考入电视 高中探花 县令前来求见我夫君 带着他们一同过来 想见一见我 但是 我拒绝了 我差人拿了二十两银子 给他们 这二十两 还他们赐我的这一身骨血 过去十多年 我为他们做牛做马 像伺候祖宗一样的伺候他们 算不得全是他们养育了我 他们这么爱钱 从此 这二十两 就当买断所有的亲情了 三年之后 重信献献令 因贪毒入狱 其家人全部发配为奴 爹娘托人 给我送来书信 我没有看 让丫鬟直接拿去烧了 当然 紫薇后话了 随我和夫君一起回乡的 还有陈将军 他原是想一表诚意 讨他家小公子的欢心 培养父子情义 所以 亲自赶来接小豆包 不料 他在我夫家 对我那个温柔贤淑 貌美端庄的大姑姐 一见倾心 原该接了小豆包 早早打道回府 却硬生生多停留了三个月 以正妻之位 并承诺一生不纳妾 向我公婆求娶了我大姑姐 我夫君是炭花狼 可以为我求来奉冠侠配 我们在老家 操办了一场热闹的两对新人成婚大礼 我和夫君 大姑姐和陈将军 洞房花竹叶 共赴云雨歇 夫君温柔地拥着我 突然说 要同我说一个有关于我 也有关于他的秘密 十几岁开始 我就时不时地做着一个相同的梦 梦里 一个脸微圆 眉眼甚是俏丽的轻衣少女 一头乌发 绑着两根小辫子 站在我家院中的老槐树下 一直冲着我笑 啊 我愣了愣 问道 夫君 这少女是我吗 嗯 夫君点头 笑着说道 表婶说亲时 其实 我爹带我去张家村 悄悄看过你 我文言 诧异地问道 你去看过我 所以 你发现我就是你梦中的少女 夫君笑道 没错 哦 难怪从一开始 你就带我这么好 不是 他摇摇头 亲了亲我的侧脸 若非是你 我便不会答应这门亲事 我恍然大悟 原来 不知我梦见老槐树 和未曾相识的陌生人啊 这段姻缘 莫非是上天早就安排好的 夏末 我们举家上京 陛下赐一处宅院 作为夫君的府邸 但是 姐夫觉得 这处宅院不够宽敞 又和将军府相隔甚远 所以 以阿姐之名 买下将军府隔壁的大宅院 送给我们 只为了方便阿姐 常常能够见到娘家人 入秋之后 夫君就职户部员外郎 一年后 我和阿姐相隔一个多月 相继诞下一子 又过两年 夫君关身户部郎中 从六品 次年 夫君随三皇子江北镇灾有功 又生全户部侍郎 于年末 转户部侍郎 从三品 此后 十年时间 夫君评不清云 官拜二品户部尚书 而我先后为夫君 诞下两子一女 正所谓 只献鸳鸯不献仙 我与夫君 夫妻恩爱几十载 侄子之手 与子偕老 晚安 我先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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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